我覺得我有展現到自己了 只是沒有贏 那我還是繼續跳舞 所以我的挑戰還在持續 賽後侃侃而談 聊起比賽過程充滿自信 我國P力舞好手孫正 10號晚間在預賽登場 總結6回合票數 拿下26票排名分組第三 無緣潛進8強 流暢舞姿在台上盡情翻閱 24歲的孫正 預賽被分在第一組 第一場面對摩洛哥年輕小將比例 由孫正率先開舞 對手出招回應 兩回合結束 孫正都獲得9位評審青睞 以滿分成績先搶下首勝 後續一戰世界排名第5 荷蘭豪秀米諾 以及哈薩克豪秀阿米爾 可惜對手略勝一籌 最後票數26票排到分組第三 無緣晉級 仍幫助台灣寫下在奧運的新篇章 沒有贏我就覺得 好吧 大家都很值得 大家都值得進8強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怨言 好像也沒什麼好難過 因為今天居然街舞 真的登上了巴黎奧運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來慶祝的 奧運初次增加PV5運動 孫正代表台灣出賽 場邊也有觀眾高舉中華台北旗幟 孫正家人也到現場 身穿特別秀節的T恤印緣 手上拿的毛巾也有小巧思 姐姐肯定孫正表現 第三場面對哈薩克豪手阿米爾 雖然很可惜沒能取勝 但是她認為弟弟已經把平常練習的成果全部發揮出來 也令她感到很光榮 強力感受到台灣體育旋風 孫正坦言很高興大家關注 PV5雖然壓力有點大 但是她也呼籲進場觀賽 因為街舞的魅力要直接感受才會被震撼 未來也會繼續努力在舞台上拼戰 TV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en